我們來看這兩張圖 這兩張圖分別是早上10點多跟下午1點多截圖的畫面 這是台灣周邊海域的船隻 包括郵輪、貨輪、託運船、運遊船、國際船隻 也包含他們中共國自己的一些漁船、民間船隻 請問一下為什麼這些船隻 不管是台灣的船隻、中共國的船隻、國際船隻 為什麼還敢在海上正常行使、正常的工作呢? 是覺得中共打嘴炮嗎? 是覺得自己的命、自己的船、自己的資產不重要嗎? 我們把中共的軍演位置跟這張截圖畫面疊在一起 我們可以發現不少的船隻都落在軍演範圍 而中共之前還炸到日本海域去 代表它的精準度沒有宣傳上來得準 而這就非常有可能打到飛鴻區的船隻 所以我想問一下中共搞的常態化封鎖 真的有實際效益嗎? 連中國國籍的漁民都不怕了 中國的貨船都不怕了 台灣的也不怕、國際都不怕 所以你說他這樣瞎折騰 在瞎折騰的台灣還是在瞎折騰他自己 而且啊 你們這是打說要威嚇台獨 我跟你說 台獨台派不會怕 不會被你威嚇 被你威嚇的是你們的同路人 或是價值觀與你們相近的那些人 或是也會拿著中共打擊台灣的那些靈芝草們 而打著中華民國神主牌的那些部分國民黨人士 也是非常的奇葩 他們非常希望被中共統治 只要中華民國在國際上被打壓 國旗被五星級踩在腳下 他們就會非常的開心噴 你看 青鳥又崩潰啦 台派又崩潰啦 可是你不是拿著中華民國當神主牌嗎? 哈囉大家好,我是帕九 今天半夜中共突然宣布對台灣展開聯合力艦 2020B為台軍演 還放出了一堆動畫武統台灣 沒錯 跟2024年A 聯合力艦軍演 在今年五月份一樣 甚至啊 他們這次還用了一個恐怖情人 恐怖家長的方式 把台灣給包圍起來 像一個鐵鏈 給人家鎖住 要把台灣當成鐵鏈女 對吧 而他們把這種包圍的線 畫成一個愛心的形狀 展現出來 這也是今年第二次中共對台灣的軍事演習了 那第一次2024A 也就是在今年五月份青鳥行動那幾天嘛 而中共這次非常的聰明啦 他學會在基隆結束投票 以及蔡英文訪歐 到了之後才選擇軍演 而中共這次的軍演打出的藉口是什麼呢 反對賴清德這一兩個月的什麼祖國論啊 台獨論啊 中華民國還存在的事實啊 那我們都知道賴清德的這幾次演說 講的都是 中華民國 然後台澎金馬 然後你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在那一片中原大陸地區 而且胡錦濤時代 中共也把中華民國在台澎金馬 定義為獨台 而獨台 他也說了 是台獨的一種 所以我也不知道那些舔共的台灣人 為什麼還在配合中共說的 什麼台灣要脫離 現在這個當局啊 他們也不說是中華民國是吧 才算是台獨 而台獨中華人民共和國才要打你的這種妙論 那就有兩位中國台灣藝人啊 非常的上道 像是張紹涵啊 跟歐陽娜娜 他就支持了這一次中共對台灣的恐嚇以及軍演 說台灣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 只有一個中國 祖國統一 勢不可打 台灣政府這算不算拿著台灣護照跟台灣身份的人支持恐怖主義 支持中共要對台灣人進行這樣子算不算啊 先前也跟大家分析過了 中共在今年五月份第一次軍演的2024年 A也代表說他後面還有一個B跟C 那看這個政治情況他隨時在放出來 那A跟B還有C的區別在哪裡 隨便畫幾個圈 畫幾個圈做一個一點動畫 拍幾個海尋過去尋一下 那這樣你也有BCDEFG都可以 那你說真的累的是台灣嗎 不爽的到底是誰 中共的解放軍高層 是他們那些人嗎 還是我們 說到底最不爽的還是他們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表達自己的不滿 他們在壓抑著自己的情緒 我們也可以發現中共的糧草跟兵馬基本沒有大規模的調動 但我們都知道他們會在國慶之後會有議員的動作 不然我們這次去美國是去假的 我們去美國國會自嗨的是吧 那這次也是習近平希望看到自己這幾個月重新整頓兵馬之後 有沒有稍稍的做改進 簡單來說又是一場形式主義的自我欺騙 那習近平的這種自我欺騙是怎麼形成的呢 第一個不外乎是自己的倔強跟自己的認知造成的 而他的認知跟他的倔強會讓想要說實話的人 沒有辦法說實話一說實話就不見 所以這些人也學聰明了為了保護自己的政治生涯跟前途 那他們也只能中上層 聯合起來欺上瞞下 說服習近平這種常態化的軍演 因為反正這也是你習近平要的 這可以威懾到台灣人可以趁其麻痺的時候 習近平只要一聲吟下就可以讓這個軍演變成一場實質的戰爭 你隨便一個長期封鎖然後自己 跟自己演戲自己讓自己的一個小隊製造意外 然後說這是台灣打的 所以呢台灣既然 打了第一槍就 不能怪我們不動手啦 所以我們下去打 不管是打台灣打澎湖打金門打麻祖 打東沙南沙 都可以 但非常可惜啊 先前我們已經分析過了 中共即便出動全體海軍 也沒有能力完全封鎖台灣超過兩個禮拜以上 更何況現在中國的經濟下行成這個鳥樣 中國在最有錢的時候不打 在最窮的時候 在倒退的時候打 這是一個非常荒謬的選擇 當然啦 有人會說古寧童戰役的時候 中共也很窮啊 還不是打了 這有一點本質上的不同 是那個年代的人確實沒有過過好生活 而現在的這些人 他們有過過胡溫時代帶來的紅利 你們都知道 由奢入減難 那當然還有一點 如果習近平真的活在他自己打造的那種 中國經濟一片繁榮 中國軍武非常強的換講之中 那他非常有可能動手 可是你們又想 習近平在前幾個月訪歐洲的時候 跟那些官員說 美國在必要打台灣啊 我不會輕易上當的 加上現在中國經濟又突然要下一些猛藥 所以你說習近平他的這個認知 有沒有一些改變 我覺得 可能會有 但主體來說 他可能還是在那一種 幻想的形態 無法自拔 那你說習近平他現在有沒有 抽離一點這種他的虛幻主義 我覺得有 但抽離的 這個%數 可能不多 而我認為他身邊的政治局常委 也不敢隨便呼嚨他 打台灣的 因為這個政治風險太大了 習近平的政權 因為這次戰爭要找一個替罪養 或是他落馬了 或是損失掉半壁僵身 無論這個戰場規模多大多小 習近平 他會活命 而且他不會輕易的被其他中共高層給這樣子 但是他下面的那些人呢 什麼蔡奇、李強啊 他們的處境會比習近平危險的非常多 神仙打架 掛的是誰 下面的小兵 這個道理 非常的 活現在中共官場 而事實上這次軍演啊 請問有實質上的任何威懾力嗎? 我們來看這兩張圖 這兩張圖分別是早上10點多跟下午1點多截圖的畫面 這是台灣周邊海域的船隻 包括 游輪、貨輪、拖運船 還有運遊船、國際船隻 也包含他們中共國自己的一些漁船、民間船隻 請問一下為什麼這些船隻 不管是台灣的船隻、中共國的船隻還有國際船隻 為什麼還敢在海上正常行使 正常的工作呢? 是覺得中共打嘴炮嗎? 是覺得自己的命、自己的船、自己的資產不重要嗎? 我們把中共的軍演位置跟這張截圖畫面 疊在一起 我們可以發現 不少的船隻都落在軍演範圍 而中共之前還炸到日本海域去 代表它的精準度沒有宣傳上來得準 而這就非常有可能打到飛鴻區的船隻 所以我想問一下中共搞的常態化封鎖 真的有實際效益嗎? 中國連中國國籍的漁民都不怕了 中國的貨船都不怕了 台灣的也不怕 國際都不怕 所以你說他這樣瞎折騰在瞎折騰台灣 還是在瞎折騰他自己 而且啊 你們這是打說要威嚇台獨 我跟你說 台獨台派不會怕 不會被你威嚇 被你威嚇的是你們的同路人 或是價值觀與你們相近的那些人 或是也會拿著中共打擊台灣的那些林芝草們 而打著中華民國神主牌的那些部分國民黨人士 也是非常的奇葩 他們非常希望被中共統治 只要中華民國在國際上被打壓 國籍 被五星級踩在腳下 他們就會非常的開心喷 你看 青鳥又崩潰了 台派又崩潰了 可是你不是拿著中華民國當神主牌嗎? 為什麼你會說出 所謂的青鳥跟所謂的台派崩潰呢 我們下次再見